哈囉大家好我是瑜 今天我們沒有來分享知識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花了五年的時間才整理出來的影片 那等一下我會跟大家一起看 然後看完之後呢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實是一些監視器的畫面 那這個監視器是大概八年之前裝的 所以畫質比較差一點 不過我們就先來看看 到底這些監視器錄下了什麼吧 第一個是這邊有一個人 然後他拿了一袋垃圾 之後隨手一丟 然後車子上鎖 OK人就走了 那這車子看起來蠻高級的 不知道為什麼人的素質居然是這樣子 這也是穿的人模人樣的 垃圾一放人就走了 所以其實這些監視器主要放了非常多 這種人家隨手亂丟垃圾的影片 那這只是一部分而已 因為其實錄了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我也不是每一次都有空 去把監視器的畫面抓出來 所以這真的是只有非常非常少數的一部分 那這個甚至是已經走過頭了 後來想一想 垃圾好像不要帶回家比較好 然後就把它丟在這了 這個完全是我無法理解的範圍 因為我從小就被教育 垃圾應該是要丟在垃圾桶裡面 而且要做好垃圾分類 像這種都是隨手一放 然後人就走了 這個阿姨更厲害了 他的機車前面有很多的垃圾 然後他就把它丟在樹下 人行道的樹下 之後人就走了 而且真的還蠻多的 那這個也是很誇張 他應該是把他家的垃圾全部帶出來了 然後就直接這樣丟 而且他還左顧右盼 生怕被人家看到一樣 所以他應該知道 這是不應該做的事情 可是他還是做了 那像這種隨手亂丟垃圾的 就很多啦 真的是太多了 包含這個也是阿 飲料在這邊喝一喝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在這邊喝喝完 要丟在這裡 還是他剛好站在這邊喝而已 真的是無法理解 像這種都是隨手一放的 那當然這種用放的其實都還好啦 後面還有用丟的 然後後面更精采 我們慢慢看下去 這是一位爺爺 那他放的其實是垃圾袋 那垃圾袋裡面是空的 這個後來垃圾袋我拿來用了 只是說 他其實應該可以把他帶回家去使用這樣 然後這個是 應該是便當盒吧 反正也是隨手一丟 所以你看這地方垃圾就越來越多 這個 這個垃圾之前我要先講 就是這個機車 他都會給人家停在這個門口 那這其實是一個人行道 所以他把他停在門口 會擋住店家做生意 這也是很沒功德心的事情 你不應該把他停在人家 店的正門口這個位置 然後亂丟垃圾部分 這應該是一群 看起來像是青少年吧 好 然後 這個也是 他把垃圾收集收集之後呢 就拿來旁邊放了 而且其實你可以注意到這一塊特別亮 是因為這邊有一個感應燈 人經過的時候燈會亮 然後我這邊上面有貼了一個請勿亂丟垃圾 但是呢 效果不張 大家還是把垃圾都放在這個地方 這真的是 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就是這樣啊 隨手一丟 而且他看起來應該是個商務人士 居然這麼沒有水準 這也是 就是隨手一放 然後就走了 那他們很多裡面的 垃圾裡面是有飲料的 他只喝一半了 這個真的很誇張 就拿出來隨手 真的就一丟喔 然後還丟得很準 真的應該去參加投籃比賽對不對 好 那像這個 他本來是想在這邊尿尿你知道嗎 後來發現 好像到邊邊來比較好 但是不管怎樣 這都是人家的店門口 而且再往前一點點就有7 7裡面就有廁所 所以我無法理解 那這個也是啊 走過去就把人家機車給推倒 那台機車 雖然說停在那邊不應該啦 這是人行道 但是 應該也不至於愛到他吧 所以 這些真的都是我覺得 很沒有公德心的事情 好那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的心得 還有我做這部影片的一個動機好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們看到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實際上被亂丟垃圾頻率是更高的 而且每一次都是由我去收拾這些垃圾 這真的是蠻讓人感到厭煩的一件事情 就明明垃圾不是我製造的 但是我卻要去收拾 所以這個是公德心的問題 那你們剛剛看到的孩子是小型的垃圾 那事實上我們前面是一條人行道 然後那條人行道實際上並不大 那偶爾還會看到一些大型垃圾出現 真的是超大型 比如說沙發 床板 床墊 等等的 那這些東西就被丟到人行道上面 然後阻礙了人行道的通行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東西它原則上應該是要你跟環保局那邊聯絡 然後請他們來收在這個大型廢棄物 那如果你的水費裡面是沒有垃圾處理費的話 這個服務環保局那邊還要收費 所以不管怎樣 無論是付費或者是免費都好 你應該是要自己跟環保局去聯繫 然後把這些大型垃圾清掉 而不是把它隨意的丟在人行道上面 那後來呢 這個東西因為我也沒辦法處理嘛 因為它真的是大型垃圾 後來我就是跟里長反應 那里長有去處理 可是這件事情其實也不是里長的工作 對它其實應該就是 你本來把那個東西要丟棄的人 就應該把它處理好 對那這真的是很沒有公德心的一件事情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店門口整理東西的時候 有一位幼稚園老師 帶著一群幼稚園的小朋友經過 然後那個小朋友就問老師說 老師為什麼滿路上都是垃圾 垃圾不是應該丟在垃圾桶裡面嗎? 我那時候聽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超震撼 連幼稚園的小朋友都知道 垃圾應該丟在垃圾桶裡面 可是這些大人 甚至看起來蠻有社會地位的人 居然反而不懂這麼簡單的道理 然後還隨處的製造垃圾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當時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慨 那後來第二天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前面那條人行道的垃圾 居然不見了 因為本來是整條人行道上面很多的垃圾 然後全部不見了 那時候想說奇怪怎麼會突然間就不見了 我特地去調了監視器來看 第二天那位幼稚園老師 帶著那一群幼稚園的小朋友 他們就拿著垃圾袋 然後一個一個把整條人行道的垃圾全部剪乾淨 我當時真的是覺得超級感動 然後後來我就每過一段時間 我也會去把那個 我們前面的人行道 垃圾把它剪一剪 那真的不誇張 一整條人行道 就只有前面我們那一段而已喔 剪下來居然可以 剪滿滿的一整袋的垃圾 我真的無法理解 到底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多的垃圾 是以前沒有被教育說垃圾要丟在垃圾桶裡面嘛 可是我記得我從我小時候的時候 就一直被這樣子教育著 那到底是現在的教育出的問題呢 還是以前的教育有問題呢 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我一直覺得 不只是亂丟垃圾 我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應該思考一下 我們做的這件事情會不會影響到別人 會不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這個是一個同理心的表現嘛 好啦今天就是藉由這段影片來分享我的想法 因為我真的覺得同理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基本上有同理心的人 他一定就有公德心 因為我自己覺得 同理心是比公德心的等級還要再高的 因為公德心他可能就是道德的最低規範 但是同理心已經是設身處地的去為對方著想 那我真的覺得 如果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同理心的話 每一個人在做事情的時候 都能夠替別人多著想一點的時候 這個世界他會更美好一點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分享無損預計有助他人 我是瑜 我們下次見囉